大家好 張臣 現在早上九點二十一分 六月二十日 星期四 先咬你 剛才媽媽和小明在點心店工作 相依為命 從小做到大 有一天突然間 臨收工之前 有個豬肉佬在門口等了很久 小明見到 小明就跟媽媽說 媽媽去到門口見到豬肉佬 就跟小明說 叫爸爸 小明看著他 不知道怎麼招了頭 叫爸爸 又看著他不知道怎麼招了 叫爸爸 叫爸爸 叫小明說 爸爸 然後媽媽說 什麼 媽媽說 我不是叫你叫他爸爸 我是叫你進去廚房叫爸爸出來 找錢給豬肉佬 搞笑 這間店 早上開心一下 點心這裡就買了這個鱷魚帳 買了五千六百十五萬 應該是真實 因為鱷魚帳上市公司是零一二二公佈 用五千六百十二萬 就賣出了這個 圈尼斯路219號地下 見到面子是七零五尺 基本資料的時候 你看看 不過第一眼感覺 這個圈尼斯路比較吊腳位置 就是在街市 這裏不知道做什麼都撿什麼 很奇怪 鱷魚帳的時候 雖然我未必跟他們最朋友 但沒所謂 大上市公司有說 這間店有感覺四分位到 四分位到 看看基本資料 第一次施利 海、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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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 我讀一些五六一五万就卖出了 什么可以买公司回报 门阔14.3呎 门深57呎 这个位置天尼斯道贵 这个问题就是零零摄摄是天尼斯道最吊脚的位置 很奇怪 对面有一家叫金牌烧鵝 我知道开了四晚 开了很久 我经常因为很吊脚 烧鵝都不去 刚刚拍着鵬鵝鵝很多人说我像鵬鵝鵝 当然通常不好的就是他形狀很多 Anyway 鵬鵝鵝后面的位置 所以说这里叫价6千万 电铁心 这个专门店11万3千元 租到2018年到2020年 希望会做得住 之前有好良山 之前也不知什么 但这里很吊脚 很奇怪 看图籍 这里最棒的一家铺鵝鵝 没有什么厨语 四面龟边 那边就是菲林明道 那边是菲林明道 那边是旺很多的 如果这家铺鵝一放在菲林明道那边 哇 马上值钱了 马上值六七千万 但或者将这一家铺鵝 这一角是特别差点的天尼斯道 比较吊脚点 就是不知为什么在街市旁边 这个街市又不多人去 就是弱点 不知为什么这一段 这一段的湾仔在天尼斯道会贏 但一分钱一分货 五千多万天尼斯道想怎样 所以这个位置就弱点 但是五千多万是这样的货式 好 之前我有一家铺铛在天尼斯道那里 就是之前那里 就是在天尼斯道那里 卖了六千多万左右 但是没有了 比较大压一点的 今晚我都不再碰了 因为很难卖 而且风险很大 那么 就是这样 对面那一家就是金牌烧 你看到那堆车过去 好 这里是公铁买家 那买家可以买的 我心思熟悉的 买了五千多万也不是普通人的 所以都OK的 天尼斯道又现实地 又想起五千多万 天尼斯道买的东西 我想都有哪一件货 比较漂亮一点的位置 虽然你看现在刚刚上班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不断吞吞吞吞 就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这里就不知为什么不聚人 而且这里有栏杆 停不了车 所以就难搞一点 如果这里没有栏杆 又可以停到车 马上不同了 没有栏杆没有下面的雙黄线的话 立即值多一两成的这间店 那这里就是不太聚人 好了 各位买家 这间店的时候 小心里面的照片 让你看到的 各位买家 我说的 从这个角度的时候 点点心意那里 就跟我组里聊过几句话 他都不知道业主转了手 不过他做了 他挺得住 他同学说也做了三四年的时间 听他说也应该生意 OK 这么多的好事来的 拍摄整个大厦 给你们看看款式吧 好吗 现在刚刚上班时间了 需要比较多人留 平时晚上特别会静一点 但是几千万 天尼斯道 想怎样 五千万货仔 OK啦 拜拜 打开 如果你 打开 一起